2023 台湾灯会活动进入最后一周 势必吸引更多人来参观 人碰上来开学 景临主灯灯区的台北市光复国小家长们 现在头很痛 因为人潮还有交管导致接送小朋友上下科 这塞车的情形更加崩溃 对此校方除了协助晚间放学的小朋友 在校内等候之外 也和附近分局协调机动调整路障的放置 来降低家长接送时的困扰 爸妈骑着机车载着小朋友来到校门口 一旁汽车赶着通过狂按喇叭 新一区光复国小迎接开学日 本来车就超多 这回碰上灯会 塞车情况更崩溃 在这个龙门灯市的后方这块空地 原先是学校和国父纪念馆借来 可以让家长在上学的时候 可以方便回转以及聆听 但由于现在摆上了这个龙门副灯 因此这个区块暂时无法使用 许多校区景临主灯灯会现场 校门外还有节运出口 因应活动进行交通管制 前门侧门全线封锁 不准聆听这个苦乐来接送的家长们 灯会倒数来的人势必变多 尤其光周末两天 参观的人都打百万以上 截至二月十二日 总人数更是突破七百万 连登区涵盖的五大捷运站 输运量也都冲破三十万人次 北切一度为了疏解人潮 在十二号晚间启动 国父纪念馆过阵不停 因应人潮校方也积极想对策 我们有五点半的课后班 那那个时间点大概是人潮涌入最多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就会有所谓的把学生留在校内 不要出校门因为人行道全部都是人 所以我们必须让学生在校内等待 除了做好配套 学校也和新一分局协调上下学时间 撤除中校动路部分路段路障 等到晚上四点半之后 人潮变多再放回管制 活动结束十点后重新移开 方便隔天学校上下课 这怕灯会成了家长噩梦 小方警方机动调整 好让这活动装集的最后一周美好落幕 记者黄教委和人看SNG才报道